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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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掏起来 好的 阿奇姆棚能不能切进去 阿奇姆棚回到左脚 再传 刘斌直接选择了一脚远射 实话说这种情况其实不多 咱们很多的时候呢 中甲的外援道 好球先看这个球 拼速度 黑风双煞 在前面 还在追 康拉德的鲁尼呢 真是不太好辨认 这是康拉德 那号码还接近一个8号 一个9号 看李宁 好机会 1比1 0 李宁送出助攻 梅州客家 安平了比分 应该是 再看 这球李宁扫的这下 应该说扫的是真漂亮 再看 李宁 中路 这球 康拉德基本碰到球 这种球就是进 梅州客家收获了自己 赛季的手球 阿奇姆彭 这球断的漂亮 实量 看右路 看到了 李宁 李宁得顺到左脚 传的不错 机会来了 入这个球 他这球 他这球就不该出 知道吗 他这球就不该出 因为这球 双方 你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你这球出来干嘛 又是李宁的助攻啊 再看看 这球大大打的呢 看 这么大的门 基本上是接着立柱进的 他也踢出去 又中超明场面了 看这个球进球之后呢 我们看这球中卫是没怕 这个球肯定是门将百分之百的责任 这球 他这球 他这球 可能不好踢了 他这球出镜了 还算比较冷静 他没动手 他要如果动手的话 这球直接红牌了 是 这球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王上元 好球 直接塞脚下 塞得不错 看阿奇姆彭 德尼奇 德尼奇的机会 2比2翻平了 德尼奇也收获了自己的赛季手球 河南队翻平了比分 场上比分 2比2 阿奇姆彭 纵出入攻 德尼奇在湖顶的位置 直接完成了推射 好在谁啊 第一下是谁 王上元 这下传的好 传给了阿奇姆彭 阿奇姆彭 然后拿球又横传 你看 就这下啊 这下传的很关键 就这下一脚球 没错 一脚出球 对 我们现在的球员啊 太多的缺少 你看这个球 陈越蕾是没有任何办法 打得真好 瞄的 瞄的死角推的 而且我们关键看半径啊 其实这球打到了侧网 就是这种球 我们再通过这个角度看一下 啊 挂死角 那算了 阿奇姆彭 直接传中 河北齐头球 又立功了 程月蕾 今天呢 本能最佳什么人 是 是 两三个逼进球的机会了 先看那个角球 一点 还没让给大家顶出来 倒钩 李松毅 现在感觉到 他们之间的 那种配合呢 或者说这种默契度 还真的是差一期 柯维奇 转进来 柯维奇直接完成了骨门 有威胁 接在这角 瞄着圆角再打 好 全场比赛结束 最终呢 河南队和梅州可嘉 双方是战成了2比2平